女性与男性不同,平时如果不补细血,在精排身体毒素期间,会有可能造成气血亏。 大等含有大量的糖类物质,主要为葡萄糖,也含有果糖、酌糖,以及由葡萄糖和果糖组成的低聚糖、阿拉伯聚糖及搬入全聚糖等。 并含有大量的维生素C,核黄素、硫氨素、胡萝卜素、尼克酸等多种维生素,具有较强的不氧作用,能提高人体免疫功能,增强糖病能力,同时还有保护肝脏、补血氧气等功效。 是女人资博良品之一,女性人群每天吃些红枣对健康很有帮助,然而过量食用就不好了。 今天我带大家一同看一下红枣的正确吃法和定食人群,让红枣达到更好的滋补效果。 红枣吃多后果一,胀气,过多使用红枣会导致负胀,也就是肚子胀气。 二便秘,过多使用红枣会对人体肾脏造成一定的困扰,同时会影响消化系统,会造成便秘等情况。 进食人群,一,糖尿病患者,红枣的糖分很高,因此,糖尿病的患者要注意红枣或者红枣制成的零食是不能吃的,不愿会导致糖尿病恶化。 二月经水肿女性,在女性月经期出现水肿情况时是不能吃红枣的,因为红枣很甜,吃多了会生残生食。 如此,这个时候红枣吃的越多,水肿的情况就会越严重。 另外,越经时出现腹胀,或者体质是燥热的人,也不能多吃红枣,不然会导致精血过多,腹胀更严重等情形。 在越经期间,一些女性常会出现严肿或脚肿的现象,其实这是失重的表现。 这类人群就不适合服饰红枣,这是因为红枣味甜,多吃容易生残生食,导致水肿基于体内,而加重水肿症状。 体质造热的女性,也不适合在精气服饰,因为这极有可能会引起精血过多,而伤害身体健康。 三,外甘风热而引起的感冒,发烧着肌肤胀气质者。 或两进食生鲜红枣,亦产生腹腺病伤皮,因此,由于外甘风热而引起的感冒,发烧着肌肤胀气质者,都属于既吃生鲜红枣的人群。 六,食热重者,食者或买肤肠麻者即食,食热重,舌胎黄的人不宜食用。 七,有素肌,食肌,便利者不宜多吃,屈齿,牙病作痛,鸡痰热和做患者不宜食用。 正确食用方法,一般不要超过五个,小的不要超过八到九个,大早一般就是二到三个,因为一时糖分多,吃太多会导致吸收困难,浪费。 二时甜食多了,会加口腔和食道负担,三时细水长流才符合营养要求。 当然零食有需要,可以另当别论,煮茶后,吃血,手术后等。 一天煮食十多个问题不大,红枣怎么吃最好一? 红枣蜂蜜茶,用料,红枣一百五十克,冰糖五十克。 做法,加水三百五十毫升煮熟,收干水分,倒成枣泥,再加入蜂蜜二百五十毫升半匀,盛在干净的玻璃瓶中,饮用时取一茶匙加入温开水即可。 功效,红枣,蜂蜜都是温馨食材,冬季各一杯这样的茶可以补充元气,增加热量。 二,汉莲草红枣汤,用料,汉莲草五十克汉红枣二十毫。 做法,洗净放入锅中,加水适量,煮汤,熟后去渣,免汤吃早。 功效,此汤具有滋补干肾,养血止血的功效,适用于微十二致长求不溃羊出血, 吃血性贫血等,正确吃到效果会更好,红枣还有食人不易生病,不易长周等功效,女人尝尝面色会更加红润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